回到现场继续带您来关心的是物价 主技术昨天说这个物价涨势已经趋缓了 但是呢我们实际走访传统市场 民众对于这个高菜价还有猪价 还是非常的叫苦连天 尤其就是菜价 最近明明没有台风而且无风又无雨 但是这个菜价却是涨翻天 那么台北农运产销公司就说 今天的蔬菜类每公斤批发价高达了37.1元 比起凤凰台风来袭的时候还要贵 什么都贵啊 肉占最多吧 猪肉真的好贵 主技术最新公布猪价创下73个月以来新高 涨幅17.72%来到一斤140块钱 这大块猪肉就要500块钱 等于50元便当可以吃实餐 根本都没有办法都不想做了 真的根本没利润了嘛 他放含没利润连养猪户也含苦 活猪价格从每100公斤6000多块钱 涨到现在9500元 谈犯没钱赚难过活 之前是一斤肉赚15块 然后现在一斤赚5块 叫政府他把猪的价格压下来 只喊日子很苦 这里民众到菜市场买菜荷包也缩水 原本700块钱能买到七斤猪肉 现在不到5斤 以前1400菜一汤 然后加个肉就可以解决了吧 现在应该1000多块了吧 就连鲁味老店也被猪价吓得哀哀叫 小小一盘卤猪肉也悄悄涨了20元 肉品的部分都没什么理论 对啊 蛮辛苦的啦 不止猪价涨 可怕的是无风无雨 鱼菜价比台风来还要贵 能有一斤100元 角白笋半斤80元 小黄瓜和番茄一斤也要60块钱 石斑鱼 鲁鱼也跟进最夸张的就是 干香菇涨幅高达35.19% 现在干香菇有多贵 这样一大袋就价值5000块钱 天价干香菇在短短三年内 从一斤600块钱冲到1200元 还有金针也冲到一斤700元 木耳一斤也高达320元 钢货差不多都涨 木耳 金针 香菇 这个最干的都涨 物价起涨 政府说好的苦民所苦 老百姓完全都感受不到 东森 财经新闻大象 以派玉全 台北报道